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第一个知道的 因为我下礼拜应该说我礼拜天的时候要从杂晃出发 我要骑脚踏车骑到制内 制内各位不知道什么时候 制内就是一个日本最北端的小城市 然后我要再往中古侠前进 我要绕北海道一周骑车 所以基本上来说 我有两个礼拜会不在台湾 这两个礼拜我的同事会来帮我代班 我们本来想说我要不要录音 可是我觉得不要让我同事 有机会可以来跟各位分享一些法律议题也不错 所以接下来两个礼拜 我会请我的同事来帮忙 那先跟各位朋友告假一下 那在那之前呢 我想这个星期 我们就有必要来谈一本书 也是跟日本有关的 那么这本书呢 其实我觉得它是在很多的谈论京都这本书里面非常特别的 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有介绍过东京跟京都的咖啡店 那事实上解封之后有很多人去京都 那么原则上写京都的人当然更多 我们常讲 这个画鬼跟画人哪一个比较容易呢 其实是画鬼容易画人比较难 为什么鬼没有人见过 你爱怎么画都可以 所以画鬼比较容易 但画人很难 因为人我们每天都在见 所以你要写京都 其实在台湾的这些读者来讲 他会觉得 这一本有什么特别的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来介绍这本书 一定有他的目的 因为他的作者 这位作者其实我相当喜欢 喜欢他的原因不是写书 我坦白讲 我对于战国时期的日本比较有兴趣 但我对于所谓的大政凤凰那一段时期的 比如说新玄祖 版本龙马 其实我不太熟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 他前面写的书 我不是很熟悉 但他写的这本书在 因为我们两个是连友 其实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见面 但就连友的程度来讲 我算是相当关注他的 那么这一位 其实也是以前我一个朋友介绍 我就很喜欢看他的一些评论 虽然他有的评论是政治 我们不喜欢的看过就好 但我们两个政治立场差不多 所以我看他的评论也都蛮OK的 但是他在有一个部分 我觉得铺陈那么久 可以开始进行这个人 这个人基本上来说 他的在江湖上行走的名字叫 龚头尖 为什么叫龚头尖 其实当然第一个是 这个名字跟他的Can有点关系 他的脸书上名字 各位去搜寻一下 叫WuCan 当然我们就知道他姓吴 然后Can他不是真的名字叫尖 我叫他尖哥就不太对了 他其实名字不是姓但是就是Can 那龚头是他的字 自己谦虚自己是龚头 实际上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他做最多的事情是在旅游上面 其实他的本业不是写书 他的本业一开始是旅游 我跟各位讲 他之前有一个旅游就很厉害 他不是带大家去 我们去京都啊东京啊 什么大阪啊 这样逛完就算了 不是 他会融合人文跟历史 还有一些有趣的东西 比如说九州品酒之旅 各位要不要去 就是 他会告诉你这个酒厂的历史 然后这个酒哪里不错 为什么好 我们喝喝看 我们到每个点的重点是去酒厂 所以这叫特色之旅 因为其实在台湾来讲 我们现在办旅游啊 你说旅游如果只是弄所谓的 我们到各个景点去看看 到京都就叫八板神社 到京阁市 到这些地方去 我觉得其实对于台湾的 自由行的观众来讲 他会觉得 无所谓啊 我就去 我自己买个车票都可以去了 可是你对日本人文历史 地理不熟的话 举例来说 你到金阁市去 你知道为什么叫金阁市 金阁市的特色在哪里 你看金光33号漂亮啊 然后呢 然后不知道 我们就上车到下一站去 那个意义就不大 倒不如我们在台湾 看大雄宝殿就好了 也是很漂亮啊 不用坐飞机坐那么久 对不对 所以其实龚头坚在这方面的努力 是非常多的 那他接下来要来写的这一步 就是其实他很快 他已经在旅行文学类 已经排名博客来第一名了 这本书其实非常不错的 而且他封面很漂亮 我觉得融合了金阁市跟八板塔的感觉 这本书叫京都时光 我们欢迎龚头坚 坚哥 各位工友大家好 我是旅行长龚头坚 这个是我YT的打招呼的那个方式 是你的YT其实我觉得一直在持续成长 你跟那个蔡赏两个人 你们的YT在介绍日本上面 应该他还是尊称你为前辈 我比较早做一点 但是基本上我觉得你介绍了很多的 日本地理人文历史是蛮多的 那你为什么称呼自己叫旅行长 这个其实说起来有点话长 但我尽量把它剪短 其实是这样 我后来我之前都在旅行社 就像您刚刚讲的 带过一些大的旅游集团 然后后来应该是在2015年 我离开集团 出来跟朋友一起创业的时候 那就做了一个小小的内容网 网站叫旅贩 那当时呢 其实旅行长这个名词 我以前看过国外有人去 就国外某一些这种旅游的平台 就给自己一个很fancy 很特殊的名称 而且他缩写也叫CTO Chief Travel Officer 所以后来我自己开公司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好 那我就一定要叫自己叫旅行长 对 那本来只是公司名片上面的一个指称 那后来我就决定说 在开YT频道的时候 就直接用这个名词 那现在也 公投间跟旅行长就直接连接在一起 所以公投间比较早 公投间已经用了二十几年了 对啊 它其实跟旅游没什么关系 但是后来因为已经 就怎么讲 已经有一些知名度要改来不及了 不用改了 你就很谦虚说自己是公投啊 对 事实上来讲根本不是 就是你在做这么多的耕耘的工作来讲 其实在台湾旅游界已经蛮特别的 那但是为什么你会选日本 这个蛮有意思 就是说其实我跟日本的缘分很深 主要是因为我父亲以前1970年代的时候 他就是自己学日文 然后当那个当导游 就是那时候日本经济起飞 一开始他们有钱出来旅游的时候 那第一个可能就来到台湾 那所以我爸本来年轻的时候 他在饭店工作 然后后来就觉得 日本人来很多 然后就自己去学日文 然后就变成这个导游 后来他跟他的客人 都成为很好的朋友 那于是呢 他的客人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小 他们就会带一些 比如说杂志啊 礼物啊 送给我 所以我应该算是很小 就开始接触到这些日本的流行文化 不过我必须承认说 我一直没有认真真正正式的去学日文 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后来当然旅游也去了很多次 但是很多人知道我后来做旅行社 都会说 那你以前是带日本线 我反而没有带日本线 原因就是因为说 因为太喜欢 然后太早就接触到 那您也知道说 以前有一段时期的 这个台湾旅客去日本 日本线的这个团体的操作方式 可能是所谓的购物团比较多了 那我就很担心说 我要是一直都在带这类的团 会不会反而消磨掉 我对日本的热爱 所以其实我在旅游业20年 反而大概都带的是一些欧美 东南亚这些地方 反而是到后来 因为疫情前后 应该是疫情之后 疫情的期间 没有带团的时候 才认真的来沉淀下来 那就对日本的爱 就永远不绝的涌上来 那你为什么不会对欧美线 或者是我们讲说 这些东南亚国家 尤其像东南亚国家 很多人带团 那你自己对于这些国家来讲 主要你没有挑选 这些国家作为发展的主线 是因为爸爸 或者是因缘际会的原因吗 还是说你对日本就是 你要专心在这里 应该这样讲 那时候带团的时候 就像你刚刚说的 我其实一开始 没有什么选择的权利 就是公司派我去哪就去哪 但是话又说回来 因为我其实除了日本以外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些历史 其实都有蛮大的兴趣 我举个例子来讲 那时候刚开始带团的时候 还没有开始走长线 那公司让我去柬埔寨的五哥窟 五哥窟我就去了35次 那我就说在去的时候 去之前其实对于当地的 这个印度教这些历史 也完全不了解 但是就在那个时间 就找了很多书来看 那作为一个领队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要把知识 过滤过 然后用比较简单的文字 简单的文字或语言 来告诉团圆 所以我觉得是在那个时候 是这样累积下来 我中间也曾经想过 不只是日本 我也想过要写意大利 我想过要写图尼西亚 我想过要写古巴 都是我曾经去过好几次的国家 但后来在总之就是在疫情 那段时间沉淀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要不然趁着这段时间 好好的来整理过去的这些照片 还有邮寄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 您刚刚讲到那个龙马那本书 就是放在心里面 已经十年没有完成的 就在那段时间把它完成 对 因为你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说 你之前太专注在龙马上 没错 所以这个部分就比较忽略 对 然后现在把它补回来 可以这么说 就我这本书叫京都时光 其实对我自己来说 它有一点 这个书名的有一部分的意义 就是说我在填补自己 失去的京都时光 就以前可能专注在 您刚刚说的这个木末的阶段 那去了京都很多次 但是一直都在走 跟龙马相关的这些景点 一直到那个书写完 把它放下之后 我才发现 哇 京都还有好多地方 我根本没去过 所以就在等于是疫情 开放国门之后 我就陆续去了京都很多次 然后呢 把一些过去曾经错过的 把它补回来这样子 OK 那所以但事实上来讲 我觉得你的读者应该想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挑东京 这又是一个好问题 好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有另外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开了那个YouTube的频道 对 算起来到现在 也差不多整整两年左右 对 那么在开YouTube频道的时候 做影片 一开始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专注说 我一定要做哪里 我们就是挑一个主题 然后做影片 然后看看那个 看看那个 观看 观看率 结果我就发现 我只要讲到日本 看的人就多 然后讲到京都 看的人又特别多 然后而且我后来 尝试着去做这个京都史 就是走读京都史 我后来就发现很受欢迎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这个书会诞生 也是因为说 我本来以为京都 真的大家都写过了 然后大家也都很熟悉了 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再发挥了 但是做了这些影片之后就发现 其实有一些这种 跟历史有关的主题 还是蛮多人想要听的 OK 那东京呢 还是你讨厌德川幕府 这是一个原因 我就知道 你也知道 像你刚刚讲说 像新玄祖 我以前根本不去新玄祖的景点 我知道 对 你就讨厌德川幕府 讨厌这个幕府英全 那那那大阪 大阪 你为什么不写大阪 好 这个 你又讨厌封城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其实被你调出来 这整个 其实原本的系列的想法 是京都大阪东京 就是我想要把这个 山都的历史走都 把它串起来 结果没有想到 光写一个京都 就花了我两年的时间 一定要 你写的景点非常的多 对 好 所以我们待会再来看看 有没有机会写大阪 但是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广告来继续聊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吕秋远时间 我是吕秋远 那么我们今天久违的来聊 一本很不错的书籍 这本书籍呢 其实是我很喜欢的类型 就是历史文学或技型类的 这些书籍 那这个呢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作者 我先介绍这本书好了 这本书叫做 京都时光 那么这本书呢 副标题叫 龚头坚的龙 不是龙马之旅 龚头坚的 从飞鸟时代 到昭和地景 走读千年古都的 前世今生 后来副标题那下等了 但重点是 龚头坚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 就是龚头坚坚哥 来跟我们介绍这一本书 那其实我们刚聊到 就是说 以这本书来讲 你想要发展一个系列 就是先从京都 大阪 然后东京 那这个顺序 当然表示你对于 某些历史史实的爱好 比如说东京江户 可能它代表了谁 大阪可能代表什么政权 像现在我的感觉是 大阪人目前 不只是对京都 对东京都有它独特的 地域自豪感 不管是 对抗意识 之前有一部电影 不叫《封城公主》 我蛮喜欢那部电影 那部电影真的是 里面常人都 意识 一般人 如果你对日本历史 不是很了解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干嘛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弄一个地下政府 为什么东京政府 还要承认这个 所谓的封城家的地下政府 对 一般人不会了解 但我们稍微了解一点 日本战国史就大概会知道 不过呢 我们从这第一本书来看 就是你的所 《京都时光》这一本 你开始的景点 从八板神社开始谈 这里没有任何意义 好 是这样的 我先补充一点 其实书名完整 应该叫 《公投间的京都时光》 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一句 是因为 如果只讲京都 那大家就会觉得 每个人都可以写 或者大家都写过 所以后来 在决定书名的时候 就觉得说 没关系 这个就是单纯 《公投间的》 自己的兴趣 跟选择的景点 好 那您刚刚讲到说八板神社 其实它原本不是第一个 就是我在写这个书的过程当中 就是当我去造访一些景点 然后在去造访的过程当中 可能看一些历史的相关的背景 甚至于是到了当地 当地可能每一个神社 或者是景点 都有一个说明牌 其实我很喜欢看那些说明牌 因为那些说明牌里面 有时候透露一些讯息 是书里面或网络上都找不到的 那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是说 我上一次的龙马之旅 是用一个人的生平来排 就是我在写龙马的时候 是交叉着写的 那他一下子在高知 一下子在江户 一下子在长期 我基本上不管说读者 这样子旅游的顺序 会不会容易实现 但是总之我是希望说 我把它串起来之后 大家看完那个书 对这个人的生平会有认识 好那我现在把它放大 从一个人放大 变成一座城市 那同样的像我相信很多人 也去过很多次京都 那正如您刚刚讲的 他可能去金閣寺 也知道说这个寺是足利满盖的 然后是所谓的北山文化的代表 但是这些到底代表什么 就是你记得了这个名词 那他跟其他的寺院的前后关系是什么 然后他放在整个日本的历史上 又是在哪一个阶段 我自己对这个很有兴趣 太难了 你刚刚讲的已经是 为什么他跟其他有什么差别 已经到高阶 对 中阶的人知道足利益满已经很厉害了 大部分的知道说 曾经有个小和尚放火把他给烧了 是是是 这个已经好厉害了 对 那回到刚刚讲说八板神社 就是说后来我在找这一个一个的景点的时候 我就发现很多以前我们认为说是 怎么说 平安平安时代 那时候已经算是最早 可是我发现 原来在平安时代之前就有人 就有算是先住民 住在这个京都盆地里面 所以包含八板神社 包含那个上鹤帽 上鹤帽神社 下压神社等等 这一些都是在平安京之前 所以我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去 然后看那个牌子 牌子上写 这个市面是几年的 但是有时候 他写的年份 我回来又会再重新思考跟考证过 我举个例子来讲 其实在京都有很多的建筑 他都写说是什么圣德太子的时代 那那个其实有点神话时代 就是他属于没有办法完全查证的 所以后来我在挑选这整个顺序的时候 我还是尽量去挑到说 他可能跟某一个历史的事件有关 然后某一个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 这个阶段有关 而且最大的重点应该是 在京都的这所有的这个景点 不一定是寺庙 也许是宫殿 也许是一个建筑 甚至于是路边的一个石碑 究竟平安时代在什么时候结束 连昌时代在什么时候开始 然后在接下来连昌时代 结束的是哪一座建筑 是丁时代开始又是哪一座 然后再来就是 之前信长的安土陶山时代 跟封城秀吉 所以我自己对这个事情很有兴趣 我就不管 我一定要搞清楚 所以他就产生了这本书出来 我觉得这本书的 我的理解是他的使用方法 你不要把它看成说 他在介绍某一个景点 然后你就 就是觉得 就是一个介绍景点的书籍而已 其实我觉得按照 宫罗坚的写法 跟他之前版本龙马写法 我觉得看起来是 他在告诉你 这个城市的历史 跟历史相关的景点在哪里 所以八板神社 为什么是起点 原因是因为 就是他的 就是一开始的序 为什么是引八板神社 因为他经过考证之后 他认为八板神社是京都的生 也就是一开始 那当然往后京都经过了 比如说飞鸟时代 经过了所谓的平安时代 安土这个时代 直到后面 就是比如说 资连信长 封城秀吉 然后 德川幕府 然后幕末 对 幕末之后到最后 明治时代 现代 对现代 像这些建筑 他是用建筑在带历史 可以这么说 或者用景点来带历史 所以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你等于是把 京都的生命历程 走了一遍 这是以前没有人试过的 是一件非常庞大的工程 对 所以这本书要写两年 各位就知道为什么了 对 那这个概念就是变成 你要去了解一部 京都的历史 从历史来看建筑 然后结合在一起 让读者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说 哦 原来八板神社 不是我们看到的 这么光鲜亮丽而已 而是 他其实是京都的最早 这个我们讲说 外来的人跟当地人怎么融合 怎么结合等等 对 这个东西是你想要表达的 这个我想补充一点 就像我们现在在看八板神社也好 看清水寺也好 其实他现在很多的建筑 可能都是在 那个德川幕府时才重建的 因为过去 过去京都其实历经了很多次的战火 然后每次一打 烧就烧一大片 但是 所以说你现在看到的建筑 他可能不是 他可能只有三四百年的这个历史 但是他的那个位置 或者说他一开始所济世的那个神 其实是更早 一千多年前的这个刚刚提到 像八板神社 我也是到后来才知道 一看大家都觉得说 很日式的感觉 很京都很传统 后来才知道 原来他是朝鲜来的移民 就朝鲜那时候来的使者 然后他们过来一群人住在那个地方 所以就被称为八板市 因为那个地名叫八板 甚至于大家非常熟悉的 那个福建道河大社 那大家也觉得 哇那个千本鸟居啊 哇好漂亮啊 就是一个京都跟日本的象征 结果福建道河大社的这个道河神 事实上是东亚大陆来的秦氏 他们所带过来的农业神 然后当然也有本地的神明 像夏亚神社的这些在地的神 就说但是但是你也注意到 我的写法并没有在很怎么讲 我没有真的只是在解释这些神或建筑 而是用一个自己旅行的这种心里面的感受跟节奏 这是你的京都 是我的京都 对 而且大家也不用害怕说 啊原来都是在写这些宗教啊历史 没有 你看了你就发现 他基本上就是 试着要用我走过的这个方式 然后带着大家也可以用这个历史的顺序的旅游 去看这座城市 他不是说 金阁寺很有名 八百神圣有名 清水寺很有名 我就先写这三个 然后后面景点就越来越不有名 不是那样的写法 基本上他的写法就是 你去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 对 跟理解这个城市的繁荣昌盛 怎么来的 他的点在哪里 你刚刚还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那时候我跟编辑在讨论 到底要收哪一些建筑 因为如果真的要收 哇那真的是收不完 那当然编辑 从编辑跟出版社立场 他会觉得像您刚刚提到 这几个知名的建筑 还是应该要放进来 但是接下来挑选的标准 我就是可能有一些比较 不是那么有名的 好比说等池院好了 等池院可能很多人 根本没听过没去过 但是我之所以会挑他 因为他是竹立将军家的菩提庙 所以竹立将军家代表了士丁整个时代 那我们常听到日本的这个历史 有士丁时代 士丁时代 可是实际上士丁在哪里 然后他留下来的建筑 除了金格寺 银格寺 这个天龙寺 荣安寺以外 还有哪一些 所以我就填补的那个中间 就是这些比较具有时代意义的这些建筑 这样 对 因为其实就像你写了一个 我刚才在把它找出来 你写那个威士丁饭店 威士丁我住过好几次 是 我觉得威士丁它就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 没错 所以你举这个例子也非常好 就是说我并不会只写寺院 而是这个像威士丁饭店 它本身是一栋历史建筑 然后像市区里面的新丰馆 或者任天堂的这个玩符楼 我觉得他们都是京都历史的一部分 那当然也就是因为这样 越早越多 所以一路从这个西元600多年 就写到1997年 就是京都历这样 哇跨越了1300年 是啊 这像你来台北 你可能一般人说 我介绍天马茶坊 天马茶坊不在了 不在了 但问题是 那个东西 它就代表台湾台北的某一个历史 没错 没错 大概是这个意思 其实您又提到一个 你刚刚问我说 还写哪些城市 我想过要写台北 我觉得应该要写台北 但是我必须在这边呼吁 我觉得我一个人写不了那么多 你先写 欢迎大家 你先写大阪 好不好 有志之士 我觉得你东京可能写八年 有可能 大阪写四年 然后后来想完 写完十二年过了 说我京都上次写的不够好 再来花八年 所以你不用想台北了 对对对 台北留给其他人来写 对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赶快来继续聊 欢迎回到 酒吧新闻台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我今天邀请到公头间 来跟我们介绍 公头间的京都时光 那么 这本书 其实从书名里面 就可以大概了解说 其实它是在描述 这位旅游经验丰富 喜欢日本历史的 一位旅游专家 就像我刚讲 真的是旅游专家的 这不能是乱叫 不是说 我可以带人家去日本 就叫旅游 那现在日本 大家都可以自由行的 对不对 日文也通 日币又便宜 谁还需要什么专家 可是我们讲的专家是 你到这个国家去 你除了看热闹 你也要看一下说 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回事 以公头间在看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它里面谈到 就如同我们刚刚讲的 它谈的是一个 边年史的京都景点 那这里面景点很多是消失的 也是不见的 就像我们刚刚在广告中间在聊 本能寺 本能寺是很重要的 我讲本能寺很重要 我自己的理解 我不知道我们尖歌怎么看 但我自己的理解是 本能寺它其实是在 1582年 这个年代 也就是枝田信长即将 枝田信长 它是一个日本战国时代 一个即将统一日本 把战国时代终结的一个霸主 但他在投诉本能寺 京都本能寺的时候 遭到属下明治光秀叛变 然后明治光秀呢 就把他的这个 他跟他的儿子都杀害了 那这个地方 一个在本能寺这边 那他在本能寺过世的这件事情呢 其实蛮有意思的 本能寺其实他总共 烧了 盖了 烧了 盖了 地点都不太一样 但是他那个本能寺机 就是他还是在的 他会有一个小墓碑 他现在各位如果去本能寺看到 不是现在这个看到 那你说重要在哪里 我刚刚其实引用一句话叫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本能寺 就是当 世下无人 你就是随便就可以取得 这个非法不义之财的时候 你要不要做 你做了 你就是没有跨过那座本能寺 你如果今天没做 那代表你当然有另外一个 你自己的道德情操 但是本能寺这件事就是 当你做了一件坏事 你就可以得到天下的时候 你要不要做 这个其实是对人的一个 道德灵魂的拷问 所以 好 宫头间写了 到本能寺机去看 你可能看到的就是 一个墓碑 一个石碑 对 你到底要干嘛 你看到一个石碑而已 那你要干嘛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 它不是一个观光导览书籍 我觉得你刚刚讲这个点非常的好 就是说你刚刚说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本能寺 我刚刚就一直在等说 你如何诠释它 但是就像 我在这个本能寺机的这一篇里面 一开头我就写到说 1582年6月 日本历史悄悄转了一个弯 我想大家对于那段历史熟悉的都是 如果枝田信长 没有在那天晚上被杀死 那日本的历史可能会很不一样 甚至于有很多 太多的这种假说 它可能会更早就达造工业革命 跟上大航海时代等等 但虽然历史不能重来 但是回到你刚刚说的 就原本被烧毁的本能寺那个地方 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公共建筑 我记得是市场吧 市场那个时候后来被搬过来的 就是说 因为一开始 我想大家去京都 都是先会在四丁 四丁的那个商店街里面 会遇到本能寺 然后遇到本能寺的时候 就是说 我来就在这 但是后来 你静下心来想想 不对啊 本能寺在那天晚上就被烧掉 为什么会重盖 对 那其实后来 我看了地图 然后看了一些这个 也是找到历史的 就京都的一些书籍来看 就知道原本的本能寺在西边 那这个本能寺在那天晚上 被明治光秀烧掉了 对啊 烧掉之后 其实他一直没有重建 那后来呢 但是但是后来 这个封城秀吉 得天下的时候 他就把很多寺院都集中到一起 所以才变成叫四丁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本能寺 就是在四丁上 但是虽然是这样 虽然不是真正 信长死掉的地方 但是后来 他的衣冠种在这里 所以我们进去 还是可以看到 哇 跟他有关的一些 坟墓啊这样 好 那回到他真正原本的 本能寺这个地方 我说他现在就变成了 一个一个类似 像也是 以前也是学校 然后现在变成有老人院 社区中心这样 那还是 前面还是写着本能 然后有一块石碑在旁边 那就像你说的 像我们这种历史阿宅 都很喜欢去找这些石碑 那很多人 如果他没有跟我们 有同样的兴趣 到那边就说 你大老远来这边 就是为了看那个石碑 可是我必须这样讲 当我们站在那个前面的时候 看到的不是那个石碑 而是 本能是在烧火的景象 我相信你可以理解 就是说 当你心中对这个事情 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的时候 你看到的东西 就会不太一样 对 那这个也是 sorry 这个也是我在走读 这些历史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感到最乐趣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意义 就是说 你原本不太会去这个地方 因为它又不是什么 特别知名的景点 但是因为这个原因 去了之后 偶尔会发现 那个附近其实很有趣 就是 就是像我都是走走走 好比说走到那边 刚好肚子饿了 然后旁边就有一家小店 我就来吃一下 然后偶尔就会发现一些 很有特色的这种店 这样 所以对我来讲 我觉得走读历史的乐趣 应该是在这里 对 所以其实你看 本能事迹 在你的书里面能出现 就代表 其实你并不是在讲景点 不是 因为那件事情很重要 就像我们前一段讲的 后来在挑选这些点的时候 我考虑到的是 它在整个京都 或甚至日本的历史上 它的重要性 对 所以你才没有写聚乐地 聚乐地它没有那么重要 聚乐地应该是这样讲 聚乐地就像你说 因为它早在 秀吉还在的时候 就被拆掉了 所以它留下的 怎么讲 留下的遗迹是特别少 但是我后来有去找一个 就是 当我看了另外一本 林屋成山狼 一个历史学家写的 你很喜欢林屋 我很喜欢林屋 那受到它那个影响很深 那它后来有写到 就是说 聚乐地跟福建陶山城 拆下来的东西呢 后来都在西本院市 所以我 那时候我也考虑了一下 我说 如果聚乐地只下一个石碑 我好像也不用特地跑去 但是我就跑去西本院市 找唐门 找它的飞云阁 那把它作为是陶山 就安土跟陶山的话 这两个 这个西本院市的这些建筑 应该算是陶山文化的代表 但问题 你平安神宫 为什么摆在这么后面 这是一个好问题 其实是这样 平安神宫 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 它可能都是第一次去京都 就会去的景点 因为它 在京都以前叫平安京 所以它叫平安神宫 听起来就是在 济世这座城市 它的鸟局超大 超大 对 但是因为以前我也觉得说 是不是因为它从平安时代 就一直保留到现在 后来才发现不是 后来才发现说 平安神宫原来是 怎么说 明治时代才盖的建筑 就是因为那时候迁都 等于首都已经迁到江户 然后改成东京了 那把京都留在后面 我记得还有一个历史学家 写的 他说那时候 政府就付了一笔分手费 给京都 那后来京都就在自己 当他失去这个所谓 京城的地位之后 那他要寻找自己的发展方向 就往学术啊 往艺术这方面去发展 所以后来应该是在1895年的时候 那为了 为了一方面是纪念那个平安经 那时候应该是1100年吧 然后所以就在那边举办一个博览会 那再重新去盖以前平安时代的建筑 而且他盖的还是只有八分之五的比例 我们现在已经觉得平安成功已经很大 鸟局已经很大 可是他是缩小的比例 所以可见的过去的平安 这个平安功是更大 所以我才把他 我那时候也考虑了一下 就是说 我到底要不要把他直接摆在平安时代前面 但是后来还是考虑到 他等于是在最后帮京都做一个 有一点像是一个收尾 然后跟过去告别 跟新的时代 迎接新的时代 这样的一个意义 而且你看他平安神功附近 就是鸟屋书店 星巴克 这些比较新颖的东西 对 他的整个建筑规划来讲 也不像是清水寺 那样会有很明显的商店街 没错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应该可以看出来 你当时把摆在这里的用意 你刚刚讲到这个 我忍不住想要再补充一点 像我们现在大家想 喜欢去清水寺 对不对 下来就是清水板 产宁板 二年板等等 这个都是最具有京都风情的区域 那确实也就是因为说 因为他是盖在半山窑 所以当时战火战乱的时候 基本上火没有烧到这边来 他是在鸭川东岸的半山窑 这算是他的很幸运的地方 那否则现在我们看到 在平地上面的这些建筑 多半都是烧毁之后才重建 那包含您刚刚讲到说 平安神宫那一块 除了说鸟屋星巴克 那还有什么劝业馆 钢旗公园 动物园 还有最新的金池美术馆在那里 那一大片 其实是平安时代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叫做六圣寺所在 那这个也都是 以前去那边只觉得说 这边是一片公园 好漂亮 后来才知道 为什么那边会有 那么大的一片空地 就是过去曾经有一个 庞大的寺院建筑群 那也是一样 在那个应人之乱的时候 通通都已经烧光了 就在钢旗那个地方 就在那个地方 还有动物园 对啊 所以那块很大 好 那我们待会就来讨论这本书之后 其实他想写大阪的话会写哪个方向 我们广告来继续聊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吕秋远时间 我是吕秋远 我们今天邀请到 宫头间来跟我们聊 这本书叫 宫头间的京都时光 那么我们其实在这本书里面 看得出来 它对历史的用心 但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 你接下来想要写的大版 会不会跟京都重复很多 这真的又是一个好问题 我觉得律师今天问的问题 都有问到我的心里面 应该这样讲 一开始的时候 我还是想说用历史走线 那其实如果真的要写 奈良也有很多可以写 就是京都之前 但后来在思考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可能要赋予不同的城市 它不同的个性 那好比说大阪 它有好几个切入的角度 第一个 它其实是比京都更早的古都 南波晶那些地方 后来我把这个部分贡献给 其实也是几乎同时出版的 另外一本书叫表里金版 那个故事他们出的 就是说我在写的意思 就是说 古代的大版跟创新的京都 但是回过头来讲 如果我们大家对于 现在大版的一个个性的思考 它比较是商业城市 那产业史跟商业史 是我一直想写 但是以前没有特别琢磨的 那我后来就觉得说 好如果我真的要写大版的话 我可能会从产业跟商业 或者说一开始 你再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就是说最早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到了长安之后 然后他们又有这个所谓的浅唐史 把一些这个文物啊历史 带回来到到到到京都 经由赖乎内海来到这里 然后再来近代就很多 嗯这方封城 应该差不多封城秀吉那个时代 应该说现场的时代开始 借这个地方就开始有很多的 这个商务的发展 那更不用说到近代 近代包含那个什么三奇威士忌 就有很多产业 它其实都在大阪开始 那我最后还是会把它带到 因为明年大阪要办万国博览会 那事实上它在1970年代 也曾经办过 就是说你如果要想象说 博览会跟日本的连结 很自然就会跟大阪连结在一起 所以从这几个角度去思考的话 我就觉得说 我应该如果真的要写大阪 我会比较从贸易商业 然后展览这样的角度 现在还在梳理当中 我觉得你要写一块 大阪人跟东京人之间的爱恨情仇 这个就是刚刚讲到 那个封城公主在讲的这个故事 就是大阪人 我觉得封城秀吉 虽然统治大阪的时间不长 但我觉得他带给了大阪人很多不一样的概念 没错 没错 其实以前也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战国三雄 我到底比较喜欢谁 那当然以前的印象都会觉得说 喜欢信长 知田信长 英雄 然后有这个豪迈这样 那相对起来 在封城秀吉跟德川家康之间 我就有一点难决定 当然以前大家都普遍讨厌德川家康 因为觉得他心机很重 欺负孤儿寡母 你不过就是活得老一点 对 老乌龟 活得长是怎么样 但是当然后来认识越多之后 彼此都有他的优点跟缺点 但是撇开这些不讲的话 就是猴子 就是封城秀吉他的个性 确实好像深深的跟大阪的市民的个性结合在一起 他出生于庶民 然后其实他对于商业也是有兴趣 他其实后来也做了很多奖励商业的措施 那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再去切 就确实东京当然也有他商业的一面 可是其实东京从江户时代开始 他就比较被定位在一个政治的都市 所以这两个要写起来会有很不一样的风貌 因为还有一个性格个性的问题 就是比如说我们以前 你这一次在这本书里面没有提到的 京都人的就是奇特的个性 我不想得罪京都人 别这样嘛 我们在广播上我都敢讲 例如说找你来吃饭 找你来吃饭 你不要就傻傻的去啊 还有茶泡饭传说啊 还有就是例如说 像是他们讲说 京都人会拐着弯用 我说哎呀你这个 你们家儿子弹钢琴真的蛮好听的 我刚刚也想举这个例子 吵死了 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听到你儿子在弹钢琴 对 这种京都人的个性 事实上他跟大阪人的个性就不太一样 完全相反 对那大阪人跟东京人的个性又是不太一样 这个部分你有考虑在历史的写作里面 把它融化融合进去 我觉得必须要啦 其实京都这一次是因为京都 他的历史个性是在太强 所以所以有时候 坦白说有时候在写作的时候 是被内容拉着走 对 写写写写 然后就一直一直深入进去 那在大阪 如果真的要写大阪 我觉得就会比较有意识的 拉出来 然后就像你说的 我可能如果京都是用建筑 大阪可能会用人 对 因为人的那个印象比较鲜明活泼 然后他比较不会被 因为建筑毕竟是一个比较硬体的东西 对啊 你比如说大阪 大阪城天守阁 对 那个大家都喜欢去 但那个就是战后干的东西 对对对 那个东西真的写的没有太大意义 你说像大阪 随便讲像刚刚说到的封城秀吉 然后借的这些商人 包含签力修也算了 然后一直到近代 我刚刚讲说像创办三起 三都里的这个鸟井姓智郎 然后中间还有谁 五代有后 等于是建立大阪 这整个商会系统的人 就是从人的角度来 来把这个历史串联起来 我会觉得蛮有趣 这个挑战也很大 这挑战大 对我知道 希望读者不会再等你个十年之类 对 其实我一直在 我一直在克制自己 不要再往前推 因为大阪如果真的要往前推的话 他其实跟圣德太子 跟什么 跟那个 跟那个 Yamato Takeiru 那个叫日本五尊都有关系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 从YT YouTube上面有 公投间他的这个 频道 那他的频道 基本上就是介绍历史 他的文化 介绍当地的一些状况 给观众 那么或者到他的脸书 那么 旅行长公投间 这个部分都可以找到 有关于他的资讯 那么今天就非常谢谢 我们今天哥来我们的节目 今天看到 非常开心 听说今天是你这本书的 第一次的 第一场 是不是 好 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 可以到书店去买 我就说了各位 网路也可以 他现在已经是成品的第一名了 就是他是旅行文 博克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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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正一下 博克来的第一名 博克来的这个文学 旅行文学类 算文学类 对 文学小说类的第一名 对 所以各位有兴趣的话 那么 可以多给我们间隔一些支持 因为这毕竟是他久为已久的著作 谢谢坚哥 谢谢律师 好 我是李秋远 我们两周 三周后见 OK 拜拜 真好